这几年来 无人飞机的技术发展 早已经成为各国军事战略重要的一环 虽然中共宣称研发出十几款的无人飞机 不过最近纽约时报引述美国网络公司情报指出 位在上海郊区的中共解放军代号61398骇客部队 近两年窃取的美国高科技产品 正是美国精密的无人飞机技术 纽约时报22号报道 据一家监控攻击行为的美国网络安全公司透露 骇客的目标是美国军用无人飞机技术 总部位于加州的火眼公司指出 盗取无人飞机技术的行动取名叫B-Bus行动 是由骇客组织助识组进行 而助识组这个名字早在今年2月 已经在另一家美国网络公司的安全报告上出现 助识组近年来经常攻击美国公司 是中共军方骇客 而它的总部是位在上海浦东的一个老社区 也就是解放军613沟巴部队的总部所在地 报道说 现在中共正在将自己的无人飞机派遣到一些潜在的战场 而军事分析人士表示 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努力复制外国无人飞机的设计 美国的军用无人飞机被外界列为世界尖端 美军目前拥有全球最多的7000架无人飞机 今天首次把体积相当于战机的S-478B无人飞机在航空母舰上起飞 突破了无人飞机的限界 《纽约时报》分析 中共军方一直在关注围绕台湾问题可能爆发的战争 还要留意日益加剧的领土争端 使用无人飞机进行监控 可能在中国境内实施攻击 包括在新疆、西藏等局势动荡的地区 中共国内安全机构今年的预算为1240亿美元高于军费预算 军方官员和国内安全官员都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无人飞机技术会议 以非军用无人飞机为主题的国际会议 定于9月25日到28日在北京举行 中共当局企图走向研制无人飞机 不仅是为了自用 也为了销售及出口 今年3月 美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的报告说 近年来专注军事现代化的北京当局 一直致力打造大规模无人飞机舰队 提高它在太平洋应对美国的军事效能 新唐记者常春整理报道